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规定不出意外 恐怕会影响到所有在美国生活着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条新规到底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 根据从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统计 全美有约20%的邮件延迟送达 这个蜗牛般的速度影响到了全美1.6亿个住宅和企业 所以美国的某家大媒体调侃美国邮政 他说 大家通过美国邮政寄信的时候 就像在参加一场赌博 赌赢的人信封三天即可收到 赌输的人可能要等上两周 鉴于此等尴尬的情形 美国邮政这个大庄家只是改变了游戏规则 也就是上文提到的 从下月初 将对其平游信以及平游包裹实施新的服务标准 直接将包裹的预计递送时间延长约30% 这就意味着大家的信件 包裹乃至订阅的杂事期刊 可能需要长达5天的时间才能抵达 届时 收到的新闻也自然成了旧闻 收到的罚单也很有可能超过了deadline 根据USPS的解释 这项变动是为了响应一项 名为Delivering for America的十年规划 该计划旨在彻底改变美国邮政的现状 以及解决其1600亿美元的债务问题 除了延长平游信的投递时间之外 还会在节假日以及高峰期实行阶梯定价策略 所以 小编可以理解为 USPS做出的改变就是降速与涨价吗 这简直就是挂上高档一去不复回呀 目前 USPS每小时需要平均处理和投递 1770万封邮件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美国对于邮政系统的依赖 不管是你的账单 罚单 银行流水 甚至于极其重要的税单 税表 都会通过一封封贴着邮票的白色信封送到你的手中 除此之外 呈现几何增长态势的网购 也成为了这些邮件中的生力军 甚至于大有感超信件 账单这些传统邮件内容的趋势 这主要是源于大家越来越对电子支付的依赖 鉴于USPS的服务与大家的日常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那从下月开始生效的新服务条款 对大家会有哪些影响呢 当大家面临被USPS滞留的邮件 该怎么去解决呢 首先大家不要彻底绝望 因为根据USPS给出的进一步解释 并非所有的平邮性都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 据悉 只有39%的邮件将会在5天左右交付 这主要是取决于起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 另外 61%的邮件将不受影响 依旧会保持1到3天的排送时间 而对于平邮包裹 USPS也给出了具体的解释 新规实施后 32%的包括将在4-5天内抵达 并且也是那种长距离的派送 比如从加州寄到纽约 除此之外 68%正常距离的包裹快递 将在2-3天内抵达 而对于期刊 也就是报纸、杂志这类时效性比较强的内容 美国邮政强调只有9%的信封会受到影响 最多5天内会抵达 而剩下的91%将依旧保持2天以内的排送速度 USPS同时也对快捐延误的陈英 给出了详细的分析 第一大原因便是天气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 冬季暴风雪 夏季的强降水等等 都会导致邮件运输中断 从而延迟抵达 第二个原因便是假期 每逢节假日 那一定是USPS的高峰期 而其中寄送贺卡的信件 是造成信件挤压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个因素便是由于寄件人或收件人的失误 造成信件无法按时抵达 比如填写了错误的地址 以及信件寄到后无人接收等原因 除了以上三个原因之外 现在有个大环境不可抗因素便是疫情 USPS的员工人数锐减 以及社交限制和居家隔离等政策的实行 都成为了信件延迟交付的原因 所以综合以上信件延迟缘由 我们自然也会得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 疫情大环境下 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 各行各业都被迫进入慢节奏 所以这是无法改变的 而针对极端天气 有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 只能听天由命 但是马上进入的节日记 我们就可以做出些改变 来避免让自己的信件举步维艰 当我们给亲朋好友寄送贺卡或礼物包裹之时 不妨尝试提前几天由出 避开高峰期 这样就不会出现 结过完了 礼物还没游到的尴尬 还有就是仔细检查邮寄信息 千万不要出现送出的包裹 无人接收的情况 最后一招则是 适当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加急邮件选项 这样你的邮件或许在一到两日内 就可以送到收件人手中了 USPS即将出台的这个新规定 可能出于他们运营上的压力与无奈 但不得不说 给全美将近4亿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大家以后再寄邮件 可千万要算好时间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